海燕合唱团优美的歌声让私立博爱家园的长辈们听得入迷 再加上基隆社大古增社精彩的演出 更令长辈们如沐春风听得欢喜 由于立委徐少平刚接任海燕合唱团的团长 特别邀请合唱团以及古增社新年开春之际 到私立博爱家园表演 让长辈们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天福天寿 我们海燕合唱团跟李卫泽老师所领导的 古增小葫芦斯等团体来表演 在不爱之家我们看到那么多老人家都来参观 我们希望老人家高兴老人家高兴我们也高兴 所以很开心 而为了让基隆的乡亲朋友都可以听到这样好听的音乐 立委徐少平所属的宇洋文教基金会 也将在3月4号下午2点到4点之间 在信二路基隆港餐厅二楼举办迎春乐慈善基金会 欢迎民众免费入场观赏摸彩 现场也将表扬基隆市救难协会 协助复兴航空救援的议举 3月4号我们宇洋文教基金会特别为了迎春 我们办了一个迎春乐 那么海和唱团一样会表演 那在表演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就是表扬我们的金融市的救难大队 他们在这次的复兴航空 他们表现非常优异 他们救出了很多十几个的尸首在河里面捞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他的一举值得我们为他们的表扬 底下呢有很多很多的节目 那么有舞蹈有唱歌 还有特别介绍就是重用器专 他们最近他们已经有那个影艺科 那么有表演非常棒的一个节目 在3月4号迎春乐那天呢 他们特地为我们这个活动表演20分钟 谢谢大家来观赏 并且我们十部脚踏车让大家来抽奖 谢谢大家 记者吴俊松基隆采访报道 我终于